阿姑姑姑給我聽 阿嬤做過給我聽 就想你再聽小話 就你以往路遊走 我會跟你看習慣 我是乖爸爸 小月娜就是我啊 我還沒四歲 住在家設計店 話語一起說聽 老天白雲好時光 姑姑做的喲 現在為您所進行的是 藍天白雲好時光 我是佳玲 在我們今天繼續要進入到的 就是菩薩廣行無量益 讀書會當中的第二集 我們同樣邀請到的是 我們在經社宗教處的 精進培訓組佳雲 佳玲師姐來到節目當中 那麼我們在上一回呢 很詳細的跟大家解釋了 在供修時候的主要讀本之一 就是無量益經祭送 序的開端 讓大家了解 我們聽聞佛法 確實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呢在整個的慈激 因緣當中 為什麼善人獨獨對於無量益經 這麼樣的喜愛 這麼樣的香氣喔 那我們也在呢 新建完成的主堂 其實在感恩堂裡頭 也有看到了 無量益經非常端秀的 這樣子一種刺秀方式的呈現喔 那我們在今天的節目內容當中呢 首先就請佳玲跟我們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分享這個 無量益經 應該算是手抄本 對嗎 對 其實在去年啊 就是這位許先生 就是姿秀的這個許先生喔 那他跟著黃文青師兄 來拿著這個姿秀 來給上人看的時候 也因為這個過程 讓上人回憶到說 已經忘記喔 當年其實超這部經 花了多少時間 只記得是 在這個用心休息的過程當中 發覺能夠很深刻去體會到佛陀的精神 那這個部分在 那呂竹姬的這個 2012年的春枝卷裡頭 就有講到喔 像說其實早年呢 他不只是用毛筆寫 還用刻鋼板的方式做印刷 因為早年真的是相當的辛苦 沒有辦法請到整部的這個 法華三部的經典 那在台灣也沒有 無量益經的這個單行本的流通 所以就從借來的這個日文的 法華經大講座裡面 慢慢的抄刻下來 而且刻到呢 手都受傷了呢 所以現在常駐這個師父啊 師姐們所送的無量益經 有一些呢 其實還是當年的那一本 拿來印的 所以以前的課頌本 都是自己印 然後再去一個一個的 一張一張的折成這個經折本 所以感覺到其實我們現在 非常非常的幸福 你看不只是有出版的紙本的書 那我們在這個電子書上 也有這個電子書的版本 那現在在這個 慈濟全球資訊網當中有 菩薩廣行無量益的這個專題網站 當中有非常豐厚的資源 那更別說了喔 像這個電視上有杯子印記 常駐師傅跟資深志工的導讀 還有我們現在所在做的這個 大愛網路電台 每周一次的導讀 所以其實如果有心求法 這個資源真的是法王滿天下 那也感恩我們很多的師兄師姐 很用心的在為大家整理跟付出 那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文法 而且得法義 那其實在無量益經啊 我們上個星期的節目 也大家有共同去了解 這整個無量益經要能夠翻譯 到我們完全可以去領受到 它原來是法華經的開端 但是呢 如何進入到無量益經 其實它有重要的三品的分法 那無量益經三品大略的一個意涵 我們要請佳芸跟大家先來做個解釋 嗯好的 無量益經的這三品 從第一德恨品 第二說法品跟實功德品第三 那在我們互相分享之前 那我想說我們先來聽一段 這個上人的開示 無量益經是法華的開端 在這裏 在這裏無量益經總共有三品 在這裏無量益經的開端 在這裏無量益經的開端 但是 中文 只能有自己的身体体验 所以 我们就在这些人 我还会觉得有一个记忆的意见 在这些体验 这些体验 只能有自己的体验 这就是要实现嘛 所以我才会在哪里说 做中和,和中和 男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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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不是如此 人生的 男人呢 男人呢 他有点 男人 男人呢 他能支持 男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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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清净的流离 但愿能在自行心目 在全球每个地方 套天流离的清净的大爱 去付出 这是对大家的祝福 希望我们的未来 持续在国际节目 为佛教为众生真真能付出 很感恩上的这样的一个开示 让我们更加的清楚 那从德恨品 其实就是显扬诸佛菩萨的一个德恨 在我们《无量易经》寄送 第37页到38页 这里其实有讲到 德恨品的内容 就是赞扬惨释佛陀的德恨 就好像我们如果请一个主讲者 来演讲的时候 思义会先做这个主讲者的背景介绍 那在经典当中也是相同的 就要先告诉大家说 这个主讲者 他的一个德恨 那为什么要去显扬诸佛菩萨的德恨呢 其实我想最重要就是要启动 众生的一个信心 因为我们常常都说 信为道源功德母 如果你对这个有信心 其实你就会勇往直前 就会能量非常的充足 那因为对佛陀信心也深刻 而且坚定 我们才能够坚定我们学佛的心 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其实因为佛陀这样的一个崇高的德恨 以佛陀的这个带领诸佛菩萨的修行 作为典范 希望我们心中生出了这样的一个景仰之心 才能够效法诸佛菩萨的这样的一个 不只是立己 也能够立他的大圣精神 往菩萨道来行走 那这个其实在2007年的那个时候 其实此季的周年庆当中 四大置业的主管跟同仁们演绎 无量一经 那在2007年的那旅足迹夏之卷当中呢 上昂其实在这段开示当中就讲到说 德恨品其实非常清楚的去描述了 菩萨跟佛陀的这个德恨 而且重点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佛性 能够发挥良能 都能够有能力去拯救众生的苦难 所以不管是大一王的水病受药 或者是我们去做不寝之思 做众生的大良福田 都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的贴近的 如何能够表达出这样的一个德恨 其实一点都不困难 只要我们知道哪里有灾难 比如说不管是透过媒体 透过新闻的报道知道 那蓝天白云或是你 我能够及时的到那个地方 能够护慰拥抱照顾这些苦难 当我们真真实实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实在而真诚的付出 就是德恨品当中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德恨 所以感觉非常的贴近你我的生活 那在说法品其实是佛陀说法最重要最精要的部分 也就是要去开启众生的智慧 那在祭送当中38页到39页 这里讲到无量义经说法品的这一段的经文 所以这里讲到的无量 其实众生是无量的 可是众生的这个欲求啊 信誉是无量的 众生的烦恼也是无量的 而众生这么多 所以每一个人根基高高低低 深深浅浅也是无量 所以佛陀必须说法这么的多 去对应众生的这些无量 所以自然说义义无量 可是呢 这的最后讲到无相 其义法者其无相也 那这个无量义者从义法生的这个义 我想举一些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 像我们今天我们最想做的是 就是把这个德恨品第一的这一段的导读 能够很精致二药而贴切的 跟每一位这个听众朋友们 能够互相分享 那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圆满 可是过程当中的人缘 事缘理缘 就是那个一 就是那个无相的那样的一个道理 那如果从真空庙友 庙友真空的角度来说 其实这个庙友有非常多的这个呈现方式 可是归到一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跟佛菩萨同等的这样的一个觉性 同等的一个亲近 其实我觉得像我很喜欢看万花筒 那万花筒给我一个很很棒的感受 就是其实万花筒里头就是这些纸片跟光线角度 所共同组成的 可是当不同的光线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转动方式的时候 它就非常的缤纷多彩而各种呈现方式 其实它就是一种无量的这种庙友 可是回到了真空 它就是为什么能够呈现出这么多的这个像跟色 其实它是因为有这个光线有这个纸片 但是回到的最终其实是一个无相 清净无览着单纯的那一份心 那其实在纳里竹鸡的春枝卷2007年的这当中 上有讲到说 其实说法品就是佛陀 教育的精髓 其实讲的都是心灵的世界 所以当我们用心灵的角度去看说法品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法品并不难 也并不抽象 那再进到第三十功德品 其实十功德品最重要就是教导众生力行的身体力行的重要 也就是当我们去实践无量益经当中的种种的时候 所产生的十种不可失忆的结果 那这怎么样去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转念 就是当中的关键了 念如果不转 心境就很难转 所以在同样的四大自业演绎无量益经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 其实上人就举第三功德当中 这个虽然传师生有病 但是若有尖州 还是能够渡人 可是当你已经生病的时候 你怎么样想说你还可以去有能耐去帮助别人呢 那一定是一念散心起 对这个身边的苦难 有一份慈悲怜悯之心 所以虽然是身患重病 但是还是可以去救度其他的苦难众生 所以这当中 四功德品当中 就是我们可以去身体力行 其实回到的就是心念如何转换 就是一切唯心照 当自己的心是走向利己同时利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身边就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功德能够产生 所以在这三品的简要的我们互相分享之后 我们回到的这个寄送上人有亲自所写下的手杂 那在第44页 一灯能灭千年案 一字能除万事于 占佛得恨难失忆 是位众生大导师 那上人在讲到这样的一个手杂的时候 其实很清楚的去提到说 如果在一个暗的都没有灯光的一个世间 那佛法就像是一盏明灯 那不论这个佛法我们被埋没了多久 或是这个暗示没有灯光进来多久 可是只要一旦点燃了这一盏的明灯之后 就有人能够发心发愿 跟这个心中的这个清净无览跟佛法相契合 就能够发愿走入人群中去宣扬佛法 所以这里其实上人举了一个 他在人文字业中心 也就是我们所在录音的这栋大楼里面 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形象 就是不知道各位观众 有没有机会走到人文字业中心 如果有 你一定要走进电梯里头来看看 因为人文字业中心的电梯里面有三面镜子 所以当你搭电梯的时候 就能够看到镜子互相映造的境界 如果有一个人站在中间合掌 那你看镜子就会有无数无量的 合掌前程的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不论你做什么的动作 这些镜子都会不断的映照出去 然后复制再复制 就好像这个光也是的 能够透过不断的复制 不断的映照 灯灯相照 借灯点灯 去让每一个人的心中 再去绽放无量的光明 在这里我就想要请大家翻到 这个无量一经寄送的第四十页 上讲到佛说无量一经跟法华经 就是为了破除每一个人 已经形成已久的习性 像我们的自私 我们的贪婪 我们的欲望高涨 我们有一还缺久 那也希望这些习气 欲望深重的云民众生 能够回归于菩提大道 能够走上菩提道 能够不只是只把心放在自己的身上 也放在身边的人的身上 不论天上天下 不管星辰为上 不论寒冬烟霜 不管雨也风华 不论是冬烟霜 不管落日晚霜 不管潮汐掌握 不管观不变化 仔细观想 尽情思量 飘泊的声音 欢呼无常 近日海角 明日天掩鸟 夜中无恙 上司刹那 轻轻声变 故事惊讶 故事惊讶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無量儀經,得行品第一, 如是五文,一時佛祖王聖聖, 既聖出山中,以待彼兄將, 萬二千人吉,菩薩摩沙, 百萬人,天,龍,雅齒, 欽十佛,歐收羅, 驾流羅,金拉羅, 無效羅卡, 既彼兄,彼兄年, 悠婆色,悠婆怡, 既台鑽輪王, 硝鑽輪王, 金輪,銀輪, 鑄鑽輪王, 國王,王子, 國神,國民, 國師,國路, 國台中价, 國宜貫色, 百千萬色, 理主為了, 來月佛祖, 挑眠禮酒, 驾百千十, 少雄散花, 種種共養, 共養佛義, 退一面祖。 在我們繼續的這一段, 剛剛聽到的, 真的要很感恩, 是我們靜思金社德養師傅, 帶領我們深入到經文當中喔, 那進入到了德恨品喔, 其實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 如果我們在共修的時候呢, 常常都會看到經文的一剛開始, 一定會有如是我文, 而且也會把當時的一個場景, 做非常詳實的一個紀錄, 好像就是身歷其境的感覺喔, 那佳芸, 我們這個一般呢, 看到了如是我文, 我記得每一回啊, 講到如是我文, 上人也是都會開示, 有很長的一段解釋。 嗯, 這如是我文呢, 其實在我們的《無量易經》 第十五頁到二十三頁, 這邊有蠻清楚的一個解釋喔, 那如是我文有多種的作用喔, 第一, 它其實是遵佛依教, 就是尊重佛陀所, 這個兩千多年來, 這個真理的一個教導喔, 其實也有一個部分, 其實它是提醒我們喔, 佛弟子, 就是儘管是我們在聽經的時候, 常常可以聽到, 如是我文這四個字, 可是每一次, 每一次都要把它當成是, 自己的心第一次去接受這樣的一個法, 千萬不能夠因為說, 聽過就產生厭煩, 因為你聽過了以後, 是不是能夠入心入法, 用在生活當中呢, 其實是不一定的, 或者是左邊聽了, 右邊又出去了, 所以其實, 而且佛法的這個教義是非常圓融, 而且歷久彌新的, 會隨著每一個時刻, 我們有不同的心境, 或是碰到不同的事項的時候, 而有不同的體會, 所以第一個, 它是遵佛依教, 第二個呢, 其實它是為了意外道, 就是要去區分, 這個是佛教的經典, 而不是外道的一個經典, 就好像其實, 我們現在所穿的衣服上面有慈濟logo, 對不對, 那它就是區隔, 這是我們是慈濟人, 我們是慈濟的字頁體, 第三個呢, 是為了息分真, 就是證明說這個經典, 是佛陀所說的, 而不是阿難自己的意識表達, 那如是我文這件事情, 是可以平息大家的爭論, 而得到整體的這個意見的一個統一, 可是, 如是我文這四個字, 是從何而來的呢? 其實我們來看到, 《無量易經》第十五頁到第十七頁喔, 這裡頭其實講到說, 在佛陀這個即將露滅的時候喔, 那所有的佛弟子, 都很激進的注視著佛陀, 可是阿難, 因為心中仍有這樣的一個情的煩惱, 他忍不住悲傷的情緒, 就跑到一棵大樹下放生哭泣, 可是佛陀的這個弟子阿那律尊者, 聽到這樣的一個消息, 從遠方趕來, 其實他趕來就是為了要提醒阿難, 就是佛陀就要露滅了, 那你要好好把握時間, 趕快請教, 就是重要的叫法, 不要再浪費時間在這裡哭泣了, 那阿難尊者聽到阿那律尊者這樣講之後, 他也是驚覺如夢醒, 那可是在這個慌亂跟悲傷的一個情緒之下, 要問什麼呢? 他有點慌亂不知道, 所以他就問這個阿那律尊者, 所以阿那律尊者就告訴這個阿難尊者說, 你要問這四個問題, 那這四個問題呢, 當中就有一個答案是, 如是我聞, 那第一個, 其實阿難就問說, 佛陀滅渡之後, 我們結集經典, 如何讓人人相信這個經典是佛陀所說的教法呢? 那佛陀就說, 在一切的這個經典的經手都安了, 如是我聞這四個字, 就讓大家知道這是佛陀所說的, 那第二個問呢, 就是佛陀在世的時候啊, 我們都以佛陀啊, 以您為師, 但當您離開我們弟子們, 我們當以誰為師? 那佛陀就說以戒為師, 用戒律來作為我們一個安全的規範, 那當然我們還要以法為重, 要把法放在我們的心中, 那第三個問題, 對於二姓比丘啊, 到在佛陀您在的時候呢, 就是有佛陀的這個威德嘛, 可是當佛陀您露滅之後, 我們要如何應對呢? 那這個佛陀就說, 對於二姓比丘是莫然秉姿, 就是也不要跟他吵架, 但是對上人來說, 上人就是說, 對於影響別人道心的人, 上人說就是相忍而安, 相忍而安, 那第四個問題呢, 就是佛陀在世的時候, 我們都依佛而住, 可是佛陀您滅渡之後, 我們當依和而住啊, 佛陀很清楚的說, 依四念出而住, 將我們的心, 將我們的身, 都能夠照顧好, 那這是阿南, 就是在佛陀入滅之前的, 這樣的一個詩問, 可是其實在經文的一開始, 除了如是我文, 其實還講到一時佛, 再往射程等等等等這些, 其實這裡頭其實就是, 每一個經典的開頭的這個經頭序, 也就是開經的六成就, 那這六成就, 就是性成就, 文成就, 實成就, 處跟主還有眾, 那用現代的話來說, 其實性成就就是如是嘛, 我們如佛陀所說, 那文成就就是我文, 我們聽到了什麼, 那接下來其實的四個, 我覺得用上人的話來說, 就是時間, 空間, 時間就是實的成就, 空間就是處的成就, 還有人與人之間, 那這個人第一個就是說者, 第二個就是聽者, 就是眾, 所以就很清楚的, 可以讓大家可以記憶這六成就。 日 Mandana deed ane seated 唉 organisms 動 reserve 血 理力菩萨,度修菩萨,欲翁菩萨,欲胸菩萨, 花董菩萨,花公董菩萨, 度罗尼主宰菩萨,观世音菩萨, 大世纪菩萨,相经心菩萨,波音秀菩萨, 波极菩萨,波通菩萨,抹三解菩萨, 比摩本罗菩萨,向穹菩萨,大向穹菩萨, 室主浩昂菩萨,室主悠悉世菩萨,室主奋行菩萨, 室主精心菩萨,雍瑞力菩萨,室主慰明欲菩萨, 宗阳菩萨,大宗阳菩萨, 室主精心菩萨,雍瑞力菩萨, 室主精心菩萨,百万人菩萨, 感恩得养师傅, 那纯正的这个汉文的发音, 让我们进入到经文里头, 也特别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 这称念菩萨, 也如同是我们学习他的一个德恨, 那我们要请佳云继续再跟我们带入了, 就是在无量夜经里头, 上人也对于菩萨有很多的解释, 在经文当中, 其实讲到菩萨摩获洒八万人, 那这个菩萨其实是菩提萨, 都是一个梵文的一个意音, 那意涵上就是一个大觉有情, 觉悟的有情众生, 上求佛法下化众生, 能够行六度跟慈悲喜舍的事无量心, 那在书的当中, 其实上人讲到说菩萨分为两种, 对, 那一是见习菩萨, 也就是心发意菩萨, 过去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 也不懂得发心, 可是听了法之后, 就不但能够了解, 还能够发心行菩萨道, 那另外一种呢, 其实就是菩萨摩赫萨这样的大菩萨, 已经发大心立大愿, 走入人群中的, 那可是很多的人对于菩萨, 可能都会想象说, 是在这个佛刊上面, 这个尼硕石雕的菩萨, 才是菩萨吗? 那我印象很深刻, 在南亚大海啸之后, 我们的勘哉团记, 一整团前往施里兰卡, 慈悉人在回来之后, 报告所见所闻, 当他们看到就很多的建筑物, 都被海啸冲毁, 就是一片的狼藉, 可是却在一个城镇当中, 看到这个瓦力堆里头, 所有的东西都被摧毁了, 可是只有一尊佛像, 它是完好的, 就端坐在那里, 所以回来报告的慈悸人就说, 他们感受到佛菩萨的威德神通, 那我想那个当下我也觉得, 哇真的是法力无边, 可是接着我却听到了一段, 我觉得非常深刻上的回馈, 上人说, 我所认识的菩萨是,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畏己身得安乐, 是不会这样子独活的, 是不会在众生受到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 却自己完好的安坐在那里, 其实让我想到的是, 你看这些泥塑石雕的菩萨, 其实都是为了让人人生起一份敬仰之心, 可是这些菩萨能够保得住自己吗? 比如说在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 也就是因为人心的一个纷争, 看这么历史悠久的大佛, 却在人心的这种战乱之下, 就这么的被炸掉了, 可是印象很深刻的是, 当慈祭人曾经有因缘, 在这个阿富汗做赈灾的时候, 有一张照片, 是大佛的脚下, 有一个小小的如小蚂蚁一样, 那是我们的施贤总督导, 施贤居士, 而谁是菩萨, 是那个真正的带着医药, 带着救助, 走到人群中去帮助阿富汗的苦难众生的, 这些人他是真正的菩萨, 而且他是如围尘, 但是发挥奈米良能的, 那所以上人就曾经讲过, 菩萨其实不是只有让人膜拜跟祈求, 不是只有这样的, 真正的菩萨是要走入人群中, 可以了解到人间的疾苦, 而能够体会到人生, 其实就是一个堪忍的世界, 要堪得忍耐, 所以在我们无量益经的寄送的书本里头, 其实也不断的提到, 在大概46到48页的这边, 其实诸佛菩萨这一段文字在47页, 自无量节以来, 就不断的陷向人间去示范种种的修行方法, 都是希望说以这些典范, 让众生能够学习, 而在48页这里也讲到说, 修行的过程当中, 是不断的累积, 积功累得的, 也就是, 就好像我们在学习一项的技术, 我们一定也不断, 需要不断的尝试, 然后在错误当中不断的求进步, 那修学菩萨法门的过程也是一样的, 那我曾经听过上人说, 其实最灵验的菩萨就是会走路, 会吃饭, 会讲话, 会工作, 才是真正的菩萨, 那我想这个广播前面的听众菩萨们, 你就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如果你是会走路, 会吃饭, 会讲话, 会工作, 你就可以来做菩萨了, 没错, 所以谁能够做菩萨呢? 其实你我他,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菩萨, 只要你以一份真正为人做事的心去服务, 你就是菩萨了, 比如说当我们自己获得利益的时候, 先想想看别人是否可以享用得到, 就是要去想说是别人同样得到利益的时候, 我才来, 就是有这一份时时刻刻为他人设想的心, 就是具有菩萨的心, 那有一次的志工找会上, 我听到上人有一句, 我觉得非常棒的一段话, 他说爱别人的心, 就要像爱自己的心是一样的, 所以天平的两端, 如果我们至少可以平衡的话, 那我想就是一个菩萨心怀的。 在我们今天主要的共修内容呢, 是德恨品的一啊, 就是前段的这个部分啊, 从如是我闻, 一直进入到了称面很多的菩萨的名号啊, 但是呢, 在这里头, 场景交代完毕啊, 其实这个烧香散花, 这个种种供养, 供养佛语会一面做, 好像感觉到是说, 整个的一个正式的讲经说法要开始了, 那大家要虔诚的做好啊, 这里面讲到了种种供养啊, 这个供养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涵? 嗯, 在呃, 其实就好像是, 呃, 如果我去见, 我觉得我最尊敬的人, 我就会想说要带一个很好的礼物, 去跟他分享。 那我想,呃, 供养的心情应该是这样, 那在书的当中, 其实在,呃, 无量义经的第四十一页开始哦, 这讲到说, 这个供养啊, 最重要哦, 其实自己的心清静, 然后把最珍贵的东西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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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的供养 那敬的供养 也就是一份恭敬虔诚的心 那最重要的其实是 行的供养 这个身心的这个修德啊 我们自己的举手投足行为啊 这样的是不是都能够时时刻刻 不离开自己所听进去的法 那这些不管在身口意当中 都能够付诸 都是手做好事心向好意 交走好路 而且诸而莫索 能够依照佛陀的教导来行经 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行的供养 所以我曾经呢 听过就是有会众嘛 就是他们来拜访上人的时候 就有人问说咯 像读经跟诵经真的有功德吗 比如说也会有人问说 那我们来参加读书会 会不会有功德啦 对不对 那可是我觉得这当中 其实上人的回馈 在清静的智慧这本书里头 讲到行经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有的人以为 他只要念经 比如说跟着养师傅这样子送读 或是操经 佛菩萨就会保佑他 为他消灾 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 要知道是经者道也 经其实这些文字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行道的方向 道者路也 是为了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去行走 而我们凡夫其实凡凡复复 就常常心思是混沌的 有的时候不知道方向 而且误入歧途 那自己迷路了 也不知道 可是佛陀在两千多年前的讲经说法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很清楚的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 千万不要走错路 所以诵经或是读经 抄经的意义 就好像是行人问路 我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要往哪走 所以我要问问看 这个有拿到这个指南针的人 知道要怎么样往那个地方去走 所以虽然现在已经距离佛陀在世的时候 两千多年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佛陀当面的教导 但是佛陀所说的法都记载 集结在经典当中 所以学佛的人如果依经诵读 那我们可以了解当初佛陀的教导 所以当我们感到这个前途茫然一片的时候 可能诵经读经来参加读书会 都可以让人有所启示 让人懂事 那我觉得其实像医疗当中讲说 预防重于治疗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来 法陆性一起来读书会 一起来入经账 就是平常我们就要先准备好 这样的一个储备资粮 也不至于等到前途茫然一片的时候 再来读经诵经 所以我想这个在供养的同时 也告诉我们 其实行经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这个身心清静之后呢 还要有一份的恭敬心 更重要的就是 当您领受了这些好的方法 这些好的真理道理之后 能不能真实的做到 那我们现在呢 就以最恭敬的心 也来领受上人呢 等同于在这段经文当中 一个总结 在这段经文当中 这就是一个目标 要来听佛祖话 要来理解佛祖的地区 对天体有条人意不感的道理 以后呢 也有个佛祂啊 太佛祂 百万人基啊 这就是在经典来的 所提出 来听佛的所谓 人所不真正的做 这就是要表达到 不管是反复 生人 现在开始在地球 进入金水佛 生病 在修行者 佛祖年 还是跟大家人说 祖佛的地区 不良 其地区文 难解难立 可见 我们真的要去 地区 佛祖的心 地区 我们就要真有功 感恩上人的开始 在今天的读书会最后啊 要邀请大家 欢喜来做菩萨 你真的爱来做菩萨 怎么说呢 在我们今天的 共修经文当中 大家猜猜看 总共有几尊 佛菩萨的名号 被称念出来 我刚算一下 有29尊菩萨的名号 可是我刚刚想说 看到前面还要讲到 新发意菩萨 如果这个也加进来 就有30尊菩萨了 好 佳云要带大家的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礼拜的功课 就是要选一尊佛菩萨 对 就是刚刚那个 上人的 这个开示当中的 引带不是讲到说 逐大菩萨都是从 各自修行所证悟的 这个贤能德恨 作为名号 所以前心 我们礼敬这些菩萨 就可以从他的名号当中 去学习 他所擅长的修行方法 跟他成就的这个功德 那曾经上也有讲过说 其实我们念佛 拜佛 是为了学习 佛菩萨的德恨 比如说我们 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是为了学习 观世音菩萨 闻生就苦 的这个德恨 那当我们念 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就是为了学习 地藏王菩萨 这种无量大悲 不忍众生 堕入地狱 受苦难的这个德恨 所以就想说 我们也来 从中间找到 一位很有契合的佛菩萨 然后 在到下一次读书会之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学习 他们所擅长的修行方法 跟他成就功德的一个方式 那在下一次的读书会当中 我们就可以互相分享 我就想要选这个 狮子游戏寺菩萨 狮子游戏寺菩萨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 有一点点追求完美 就比较容易趋近于 让人觉得严肃 怎么样在圆满的同时 也能够让身边的人 感受到这一份的欢喜 寺源 里源 人源 有那一份游戏人间的心 那我想那就是我的功课 那嘉玲 你也来选一尊吧 好 我要选的呢 就是第一个 这个菩萨的名号 文书势力菩萨是要有智慧 对吗 所以智慧不足的嘉玲 要选跟文书势力法王子菩萨 来学习 好的 那所以就是在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头 我们就来 将这些佛菩萨的德恨 当成是我们 这个学 欢喜作菩萨的一个方向 然后立行在我们的生活 跟生命当中 对 也希望说透过我们在今天的读书会共修 让大家有一个欢喜的一个ending 当然这也是一个起头啊 我们就是真的能够做到这尊菩萨 带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启示 然后呢 也学习佛菩萨的德恨 更重要的呢 我们身心前进的供养 还要立行去行经 那今天呢 感恩嘉玲 波扣呢 跟大家来分享的导读内容 就是德恨品的部分 感恩嘉玲 感恩嘉玲跟所有的听众 宇宙无恙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教训 我教训你 人生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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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喜观想 命意稳订神方士 心佛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可教 自喜阅 Projectså Nele 如此 浩磨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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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